好 那我幫妳頒齁 所以它是經濟後的經濟 對 然後接著經濟後再往那邊 現在一直在工作嗎 待會前往這邊就快出門送回去 先前往婦產科 李北一連痛苦坐上救護車 三日下午蔡阿嘎與老婆李北出門經預席 看 車子在哪裡了 剛才嚇李北要吹東西 後面有一個人過來拿了鐵錘攻擊我跟李北 沒有在開玩笑了 他先不知道是用打的還是用鐵錘直接揍了李北 然後又用鐵錘砸了兩下我的腳 膽敢對孕婦下手令人發指 李北受到攻擊才八個月 還在肚子裡的財蜂呢也受到驚嚇 就是它那個收縮強度跟密度都還是蠻厲害的 那我想可能效果不夠 所以我會建議其實直接打鐵錘來拍成效果比較好 我預計可能是住個一兩天 出門預結李北跟阿嘎到底招誰惹誰 搞不好目標是拆頭貴 那剛好我們出門被他看到 他就攻擊了孕婦 然後又攻擊我這樣 那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私生活也沒有得罪誰 私生活真的很單純 剛才旁邊的警衛大哥有幫我們注意到那個黑人 其實已經在門口 所以我們家那條巷口已經等了四個多小時了 所以我強烈的話應該是有人支持他在那邊等 打人就是不對還攻擊孕婦人身公分阿 沒想到網上還有韓粉轉貼新聞嗆瞎蔡阿嘎 小張過頭下一個會是誰呢 還有人留言表示應該要打死才對 如此泯滅良心的發言引起公分 暗孩性格 這非常的惡劣 好友館長也出面抱不平 你賭攔他的話 你打他 我覺得還 是什麼恩怨還是什麼 但是你打他老婆呢 你從他老婆從後面開始就在消了 我就覺得你這個人 你是還蠻垃圾的 只盼警方早日將歹徒神之以法 還蔡阿嘎與李北一個公道 好 好